大家好,今天講的就是SOMA內容創作 從Maya到Stinway的VR工作劉情1 我是Kin Fiku,繼續經理M&E 香港,台灣,華南地區,中國 首先我們講一些工作劉情 當你經過這個課程之後,你會知道怎麼從Maya到Stinway去連接或不取在VR的一個平台 首先我們看一看這個工作劉情 第一就是Prepare and Setup 之後我們會預備好一些物體跟文理 因為我們的Pocedural Texture是不積極在實時的Engine裡面 所以我們要用這個Comet to File Texture做一些工具 還有就是從Maya連接到Stinway 用我們這個DCC Link的插件 把Model發過去之後 我們有很多不同的更生 Model的更生 可以用這個DCC Link做好 最後一般我們做這個Animation不會在Maya裡面工作 它是直接簡單的 也可以用這個Stinway裡面那個Story Editor的一個功能來做這個動畫 最後就是測試跟發放到一個VR的平台上面 我們需要用到Autodesk的Maya和Stinway 還有一些VR的硬體 首先是準備 我們的工作室裡面需要安裝Maya和Stinway 還有一個插件 叫DCC Link 它的位置是放到這個C屏的Autodesk的Folder裡面 裡面有一個Autodesk定位 我現在用的版本是1.8 裡面有一個Subfolder 叫X64 跟就是Tools DCC 裡面有一個安裝的工具叫DCCLink.MSI 很簡單都是DoubleKick這個安裝 你的Maya和VDMAX就會有一個Menu在上面 叫Stinway 在Maya裡面我們要預備 share工作單位 首先從MayaPreference裡面setting打開 你可以看到Working Unit裡面 要把本身這個CM 或是變成這個Meter 還有這個時間裡面 從24轉換到30fps 當你按照好這個DCCLink的Stinway插件在Maya裡面 你會看到在下面這個Bulldown menu 可以看到這個Stinway的按鈕 下面會有這個工作的叫Connect Disconnect Live Camera Checking還有這個Sand Selected的Option Box 右邊呢 看到本身它是有些Tag要打開的 我們會把所有東西打開 預備好這個setting之後 我們開始預備這個Model 跟這個Shader 在Maya裡面 因為在VR裡面是真實的Scale的 所以比如說我們是人是大概1.7米高的時候 我們需要做模型之後跟這個比例來創作 還有我們要需要做這個HyperShader做這個Tattoo 我們先會用這個Possil Texture來做這個Shader 看看裡面Maya裡面我們怎麼做 首先我看到一個Cube在裡面 你看到這個Algbure Editor裡面的Scale是1 就是說這個模型是1米,前1米,前1米 我打開這個HyperShader裡面 隨便拿一個FoneShader 無論是Native的Shader Maya的Shader 還是這個Vray 還有這個PPS Singray也是支持的 從這裡很簡單就是來一個Possil的Wood的Texture 之後把這個Texture Assign到我這個舞體上面 打開這個Shader Mode Texture Mode 我會看到這個Shader的情況 之後我會選這個Texture的衝擊器 把它放大一點點 再給它Votation 來做好一個Tattoo這個東西 剛才說過我們因為這個Tattoo Procedure 也不積極在實施眼前裡面 所以我們要用這個工具叫Convert File Texture 這個工具會在HyperShader裡面的File Menu裡面的Convert File 我們會打開它的Option 好,總結一點我們先看看這個UV Editor和這個模型 反正這個模型也做好這個UVMapping 我們回去再打開一個HyperShader 在HyperShader裡面我先選這個物體跟HyperShader 然後從這個HyperShader這個Menu裡面Edit Convert to File Texture 把這個Option Box打開 我們會注意到這個Texture Tattoo的一個resolution 要多少 還要被什麼東西還要把它NTS打開 之後按Convert and Close就可以了 在這個Viewport你可以看到這個Texture 已經變成這個Texture Shader 我們打開這個UV Editor看看它 六個面已經有一個木頭的一個Tattoo在裡面 好,在HyperShader裡面 我看到這個新的Shader已經產生 之後它變成一個PQE的JPG 放在我們的MyProject裡面 看完之後 本身那個Possure Texture 我們不需要就可以把它錘掉 好,那預備好這個模型跟Shader之後 我們會去這個Stringray裡面 預備好一個VR的Project Stringray裡面可以 即將裡面做好了很多不同的Template 模板 我們會利用它的模板很容易做到VR的輸出 比如說HCZ,Wive,Oculus 已經準備好在裡面 我們先去這個AutoDesk的Stringray Launcher裡面 按這個Green的Button去打開這個Stringray 那打開這個Project Manager 我們去按這個Template 我們把這個地方去打開這個HCZ,Wive 的Vive這個Project 給它一個名稱 跟我們定下我這個VRProject的地方放在哪裡 我現在打開1.8 給它一個新的商務 叫Cube 然後按Create就可以了 是因為現在就會耗杯 所有需要的東西放到我的新的CubeProject裡面 好 這個是我們的Project 我們會利用這個場景放我們的Design過去 那現在Maya跟Stringray 預備好 我們會把這個Stringray跟Maya連起來 還把我們的Model跟所有的Shade Attached 放過去 這個流行者非常簡單 就是按下一個連結就可以了 我們看看怎麼做 在左邊你看到是Maya 2018版本 右邊是Stringray 我們先去Maya那邊看看這個插件 在上面的Pudaman裡看到這個Stringray 我們可以Connect時候 你會把Maya跟Stringray連在一起 還把這個Live Camera打開的時候 你會看到無論我在Maya那邊 還是Stringray那邊在動那個鏡頭的時候 他們是Synchronize在一起在動的 好 連好之後 我要把這個物體跟Shader放過去 先選好這個物體之後 從下面這個Stringray menu 按這個Send Selected 我們看看裡面的Option Box 在確定全部都打開之後 都會把它按這個Apply and close 好 我們看看Stringray哪邊 你會看到現在Stringray已經把這個物體 跟Shader放到哪邊了 非常簡單的一個Workflow 因為我們在賣哪邊 那客戶可能要不可以修改我們的設計 所以我們的Workflow也是可以很簡單的 把它從Maya update到Stringray那邊 那幾歲要按這個Update 先Selected就可以了 那不需要很複雜的 大家知道它放在哪裏 所有地區 方法也不需要知道 就是按Send Selected就可以 我們剛剛現在 從我們的Maya 先修改一下我們的一個物體 我先上那個Face 之後把Maya打開多一點空間 把一個改變 建模的功能 用這個Extrude 把其中一個面 改變一點點 很快很簡單都是用這個Extrude 去改變這個模型 好 做完之後 我回到的界面 跟Maya 跟Stringray 那之後呢 我要選這個物體 變成Object Mode 那會從 打這個Menu 要去 Stringray的Menu 好我把Livecam關掉 這時候我要看多一點點Stringray那邊 放在旁邊 之後我按這個Stringray 去Send Selected 馬上你看到這個 模型就update到Stringray那邊 非常之方便 好 如果我要不同的Design 比如說我現在Undo到本身這個Scenes 從來Design 繼續按Update就可以了 那現在Update不了 我只是因為我沒有選這個Object的Object Mode 那我回去這個Object Mode 選這個物體之後 按Send Selected就可以 那Stringray就回到我本身這個 update到我的Design 好 修改材料 那一般來說 我們會在Mine裡面 改變所有東西之後 update過去 但是有時候有些小的東西 我不需要這樣做 就是在Stringray裡面 有一些功能會 在那邊會偏僅我們的垂牛 那我們在這個Stringray裡面 左下邊有一個 Axis Browser 我們選這個Content把它打開 裡面有一個Model的Folder 那看到一個P-Cube就是我們 從Mine放到Stringray那邊的一個 物體 一個Material的Folder裡面就是那個Shader 那Shader選之後 右邊這個Property Editor 裡面可以改變裡面的參數 比如說Riffness跟這個Metalic 所以你現在本來是不反光的一些材質 現在可以改變是不同的參數 最後是把它 按這個Folder的Button去Save它 你看到一個Green Icon在這邊就沒有儲存 我們要按它去儲存一下 好 那就去這個Shader Environment 那一般來說在Mine裡面是 做些真實的環境 我們是有Render的 但是在Stringray裡面是 所有是實時的工具 所以我們有一些實時的Reflection反光 比如說有實時的Ambient Occlusion Deple Fill Lens Effect 4 很多很多新的功能 是實時的功能 那在Stringray裡面 你看到這個Box的地板的地方 是沒有反光的 所以從前邊我們去 去一個Explorer的左上角那邊 選一個Shading Environment 去在裡面的參數 我們去那個Screen Space Reflection 把它打開 看到地板馬上是要反光 再C一邊 OK 也會改變那個Folder 但是反光多久也會改變 是蠻方便的一個實時的功能 那現在在故事片集跟Flow 那一般我們從Mine裡面做一些Animation 比如說一些複雜的character 人物的Animation 我做完之後發放到這個Stringray那邊 但是有些簡單的 沒有說Rotation Move Scale 可以不用了 麻煩就是可以從這個 Stringray的Story Editor裡面做完 我們試試看 在Stringray上面 我們打開一個Story Editor 裡面 把這個物體選好再加進去 好 你看到這個Story Editor的名稱叫Story 裡面那個Root Transformation 我打開之後 按這個Auto Key Film 跟那個Key Film 在0的時間表裡面 去那時之後 我們在右邊的Property Editor 把它改變360 就是轉轉360道 360道 做完之後呢 我們怎麼叫它機動播放呢 我們要去那個Level Flow 在下面 很簡單就是 按這個Tab鍵的Keyboard 打這個Story 就是把這個Story 拿出來 要選這個Story的Story 就是我們剛才 鍵那個Story的一個名稱 把它打開 之後呢 就從這個Level Low的時候 就是把 拿出來 所以我開啟之後 它5G動播放這個Animation 好,完了之後 我們測試一下 按這個Level Viewport Level Viewport裡面按Play 在跑的時候 它馬上會自動去做選擇了 所以在這張單的Animation中 它可以做得到 它停了 我要它是激素的轉的時候 所以我從這邊 要過去改一些 债數 從這個Level Flow裡面 Level Store裡面 打開這個Low 變成一個Low就可以了 好 然後 改變完之後 我會輸出的一個VR Platform裡面 去感受一下 那以下有 步驟也怎麼輸出 都是非常簡單的一個輸出 就是首先我要把這個Level出傳 Level就是與這個傳奇不同的 好像打擊一樣 Level 1 Level 2 Level 3 而且要從這個Project 的Low裡面改變 我從1 開啟之後 從這個Low裡面打開這個Level 1 之後呢 我們會選這個輸出的低點 還是明清 之後只要輸出就可以了 從Steam裡面 我首先 會把這個物體放在後邊 因為我 打開VR的時候 我站在這個 中間的 之後呢 做完之後 我從File裡面 去儲存 SaveLevel 給它一個名稱 叫Cube 放在Level的Fold裡面 好 我去這個 SS Browser裡面的Script 打開Low的檔案 裡面有個Project 把它打開 OK 裡面在12線裡面 我把這個VR Learning 變成我 現在的Cube 這個名稱 把它儲存 就是在開啟 它會把我打開這個Cube 最後呢 從旁邊 裡面打開一個 叫Deployer的中間 你看它有不同的Deploy 選這個Windows之後 把這個 輸出的低點 整理好 就是在1.8 的Cube裡面 裡面我會做一個Folder 叫Output 那 選完之後 在Title裡面 給它一個名稱 就是輸出這個Program的名稱 之後按這個Packet Project 和Window 就輸出我所有 要的東西 做完之後我們看看我輸出了什麼東西 打開這個File menu 在我的一個1.8裡面一個Cube裡面一個Output Win Development裡面一個Cube的Program 把整個Program 耗背到我的VR的機器上面再跑 然後DoubleClick 就可以玩了 我們看看我們VR裡面是感受一下我們做出來的成果 好 我們現在是用HC5的一個連接 一個機器 好 你看到現在是我在這個場景裡面 看到我在跳來跳去解釋功能裡面 那些Build-in的不用做的 是有Stinkray的Template給我的 這個高度大概是1米 OK 看這個扁的 但是在我的VR裡面看是放行的 就是這麼簡單 就是從Maya裡面預備好 到這個Stinkray裡面 做這個Shader Model Animation 之後輸出就是這麼簡單 那我們看看我們review一下我們路徑 就是我們需要Maya、Stinkray 也需要一個VR的機器 就是我們首先是Prepare 好這個Setting之後 做這個Texture的Model 要Commet to fileTexture 因為Poseal Texture是不支持的 之後用DC Link連Maya跟Stinkray 就是放這個無形跟Shader過去 之後有什麼改變的東西 也就是按一個按鈕 先Selected就可以更新我們的更新我們的協助 之後用這個Sore Editor做一些簡單的Animation 之後就需要Test跟Deploy 輸出有沒有要的東西在VR上面拍 那我們看看這個Tips&Tricks 首先就是Maya裡面的Preferences 設定要Unit 又將做Meter 跟指針要 變成30gps 但是Stinkray裡面 每個人想到HCZ Vive 如果有別的VR平台要上別的Template 在DCC Link裡面 要打開這個Option Box 就說Update Existing Access 這個Update Existing Access 用處就是要把我們update的東西 按這個按鈕就會update 但是Convert to Power Texture 就是要把這個Positional Shader 變成一個簡單的UV Mapping 我們從Stinkray裡面 改變裡面的材質 是用我們現在這個 立即改變這個Metellic跟Roughless 這樣它變成反鋼 所以在環境裡面 我們打開這個Swing Space Reflection 就是這個實實的一些反鋼 那個Reflection 好像Ray Trace一樣 還有其他很多新的 realtime的工具 我們用這個Swing Ray的Story Editor 做這個簡單的Animation 有時候工作比較改動 就方便 Animation呢 要把它一起打開 其實已經跑 就是我們 用那個LevelStory 還有LevelRow 把一開啟這個Level 就是要跑這個Animation 最後輸出要注意的時候 就是我要Save這個Level了 把這個Project.Lua的名稱 指到我這個Level上面 之後就是Deployment的Tab 就是輸出 這個流程就是很方便去 從創建到VR 那上一期我會講什麼呢 在9月份我會講這個Maya的人物的character 怎麼放到這個Stinkray 去VR去玩這個東西 謝謝大家 下期再見